明天我一大早就起来工作了 然后写了一整天都为了我们吃饭 然后刚刚收工 然后今天想说好好吃一顿 犹劳一下自己 当当 对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日料 这边是金枪鱼 然后这边是鱼肉鱼鱼双丝 然后这边是一些串烤 然后这边是一些类类的磁身 哇 哇 幸福都 泡腹 如果你一开始吃太浓厚了 会一开始就 部分浓郁的味道充满了你的味蕾的话 有些蛋东西就品尝不到 所以我们先做蛋的东西开始吃 先做自身来一点 OK Come on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北极贝 你们平时看到的红色北极贝 其实它都不是活的和深的 这个颜色的北极贝 它才是活的和深的 占了多了一点 sorry 刚才虽然说 那个酱油炸的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还是 平常到了这个 北极贝的 活 活 北极贝的这种甜甜 你知道 哇 好的食材真的 好 好 nice 别人 老大 好 哦 真鸟呢 这是应该很大碗 这个脆度真的可以 我先从鸟鱼开始吃 我吃寿司喜欢用手 之前有跟人家这边用手吃白 这个美味啊 切两个更加一点 这个特别觉得寿司 总是特别吃的东西 来点 会吃 一掉一口 去咀嚼 这个白鱿鱼的味道 需要慢慢多会咀嚼 然后和你鼻腔里面那种 鼻腔里面这种呼吸 去感受这个味道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从肉的颜色 在上面的油画分布 就能看出它是哪几个部位 这个呢 是赤身 这个是 算是中南的位置吧 这个是大 从油画的分布 就能看得出来 我们先从 赤身 开始 顾和鸡块 接下来是它的中段 来一点酵油 嗯 精彩的部分来了 就是它的 鱼肉大半 我们先吃点姜片 提醒味道 让我们能味蕾 有 有 好吃 充分的去接受这份美 来 哇 你看 这个 这个大 那这个油画分布啊 简直就是艺术品 控不及了 控不及了 嗯 你看这种皮 哦 你看 咱们都可以用 哈哈 哈哈 哇 就挑战这个 满满的甜味 咸味 各种美好的味道 交织在一起 这三个金箱的鱼 你知道吗 简直就是 怎么说 怎么担心呢 简直就是 美食的交情 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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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简简单单一条鱼 怎么没有这么多 细腻复杂的味道 真的 吃东西 知道吗 大家真的不要 嗯 那种 特别是好的东西 真的不要那个 然后 都不见了 你要去感受它 去品味 所以其实我平时 呃 一个月 我有个习惯 我一个月里面 基本上一定会抽出那么一到两次 不是 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吃饭 我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你才能细细地去品尝 这一份美味 我很喜欢英人读书的好 然后说实话 吃了这几块熟的时候 就是我的食欲啊 就完全打开来了 就是 先不跟大家熟了 先吃个冒饭 拜拜 啊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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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